苗栗大埔事件 昨天晚上副总统吴敦毅 邀请了行政院长江一华 还有苗栗县长刘正宏等人会面 但是仍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只能要求地方政府妥善处理 这个结果也等于是把烫手山芋 丢给了刘正宏来解决 而连日来遭受到压力的刘正宏 只能改编歌曲表达他的心情 临机一栋改歌词 刘正宏唱出在苗栗受尽风霜 外界揣测这是他处理大埔事件的 微妙心情 大埔争议持续延烧 副总统吴敦毅五号晚上 紧急召开协调会 到底大埔似乎拆还是不拆 吴敦毅话没有说死 没有什么跳票 那个是原则问题 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问题了 只剩这一户大概是比较有一点 还有一些高的期待 那我再请苗栗县政府 再多方沟通一下 强调似乎各有不同情况 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一样 而原本认为依法要拆的 行政院长江一华 在吴敦毅介入之后紧急喊咖 等于是被总统府狠狠打了一巴掌 江一华现在口径一致 也把球丢给苗栗县政府 实际的工程进度 我想地方政府比较清楚 只要他们是真正有开辟道路的需要 那符合都委会的要求 那一切依法来做 我们以尊重 中央出面协调之后 最后决定权还是苗栗县政府 刘正宏强调拆除煤旗线一定会拆 但府院却有舆论压力 也难怪刘正宏会以高歌来抒发心情 我来丁丁丁 心情红松 你以为拜托 丁爱哭丁 有点TV终合报道 下集中